哈囉 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茶Vlog 有一陣子沒有拍他了喔 那待會呢 他就要去做結紮了 現在是早上的快到9點了 然後9點半他就要去哀悼了 為了他身體好呢 怕以後會有什麼一些腫瘤的問題 還是先讓他妹妹來之前喔 去把他結紮掉 那目前已經沒有吃東西12個小時了 現在你看看 整個都要我的眼神 然後早上來吵著要吃東西 好啦 現在我們要出發囉 好 坐下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獸醫院了 現在紅茶目前的體重是19.35公斤了 這裡 這裡 不要動 不要動 怎麼一把 אז強調 你們去吃東西 不 apa 不得到 不可以吃了嗎 雞皮 presidente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沒事了沒事了 好現在把紅茶放到車上 準備回家了 快喔紅茶 好啦休息了一會紅茶 目前呢還是體力有點不好 不過呢慢慢等他恢復睡個一晚 要吃一吃應該明天就更好了 好不好 後續的狀況再報告給大家知道 我們的今天的紅茶Vlog 記得再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記得幫我按個讚跟訂閱追蹤按小鈴鐺 追蹤和大家我們下次紅茶Vlog再見 安得保重喔掰掰